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主題是夢想 我想說一下關於夢想的定義 夢想的定義對我來說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夢想是會被人抓笑的 曾經有一個七歲的年輕 他小時候就很喜歡魔術 七歲就喜歡魔術 家人當然罵他笑他 朋友當然罵他笑他 但是他堅持一直玩魔術 他參加了很多比賽 拿了很多國際的獎項 他就是今天飛成國際的劉謙 夢想是被人抓笑的 夢想的第二個定義是 夢想是我們唯一的行李 一個人如果沒有夢想 我相信他的靈魂會很薄弱 怎樣令自己的靈魂有多點重量呢 曾經有一個年輕人 他媽媽用盡了所有錢 送他去丹麥過半蝦巾 送他過一個很好的生活 媽媽臨走跟他說 你甚麼都沒有我去到 你的旅途很孤獨 那個年輕人跟媽媽說 我一點都不孤獨 我旅途陪著我的是夢想 夢想是我唯一的行李 二十九歲那年 他寫了最著名的長篇小說 《食慶士人》 他就是最偉大的童話故事作家 安陀山 夢想的第三個定義是尊重 一個人有夢想 我覺得不尊重 沒有意思 所以我去到荷蘭 我最欣賞是梵高 我欣賞不是他二十六七歲晚 但我們常常都說大喜晚成 不是這個人 是他三十七歲就離開人生 十年的時間寫了 畫了二千幾幅全世的名作 十年畫了二千幾幅 要記住住在同事 剛才這三樣東西可能你心想 同學都沒有關係 或者跟你自己的夢想都不同 不要緊 因為夢想的第四個定義就是 是獨一無二 你們的夢想 和我的夢想不一樣 我的夢想和你們當然都不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我曾經想過自己的夢想是想做些什麼 小時候可能想做得不好 曾經想做不同不同的行業 到現在我覺得 如果可以改變到一個時代的人 對中心的看法 對他們的生活多些希望 多些態度 可惜理性去接受 批評身邊的所有人和私人 已經是我最大的夢想 今天是二人一三名獎人 我很開心見到你們 每一次這個日子都很痛苦 讀書很辛苦 在最後一百日的時間一邊 我上年在台上講了五個字 天助治助者 那天只會幫那些行幫自己的人 中路的同學 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忘記不開心的事 記得開心的事 我們還在這裡最大的慶幸 是因為我們還在生存著 只要有生存 我們就有改過的機會 前世已過 我希望在接下來一年 大家都用心 追尋你本身已經有的夢想 或者你沒有 你今天開始去發掘 希望你們每個人的夢想 都是獨一無二 再一次多謝你們 謝謝